我们家大妹终于把小羊宝宝给生出来了 上个月我还说 就是6月份我还说 她这个月一定生 没想到硬生生是拖到了7月1号才生 判断错了 但是差的也不远 这回是生了两个羊宝宝 而且两个都很健康 大妹她之前已经生过两次了 但是两次生出来的小羊都没有成活 感觉之前都是早产了 因为之前生出来的都没有这两只这么大 有一只小羊已经在喝奶奶了 还有一只想睡觉 在这里打瞌睡 小妹妹 小妹妹 有点困哦 眼睛都闭上了 两只都是黑色的 跟他们的爸爸长的一样 大妹是这种棕色的 结果生了两只小黑羊 她自己在干饭 小妹小妹 翻白眼啊 有点发抖的样子 是不是有点冷啊 但是现在是 30多度的天气 需要保暖吗 应该不用吧 大妹的奶奶好胀 他们刚刚已经吃过一点点奶奶了 也不知道要不要买一点羊奶 回来给他们 小妹妹 小妹妹 大妹不用担心 我不伤害她的 大妹给她的宝宝舔一下 这个毛 帮她舔干 好困 是不是好困 他们的期待都还没有 还没有干 看一眼 站起来一下 起来嘛 起来嘛 起来玩一下 快点 不要跪着 平身 重爱情平身 又躺下去了 长得有点丑啊 刚出生的宝宝 可能都是丑丑的 来了一只抢吃的鸡 凤头小鸡也过来抢 怎么回事 人家刚生完宝宝 你还来抢吃的 大妹也挺大方的 她生完之后 这个肚子都凹进去了 发现没凹了一个大坑进去 两边都是这样 这只小羊站起来 想喝奶奶了 她一站起来 她的期待就已经暴露了 还黏在那里 估计是还没喝到 一边喝她 一边摇尾巴 看她小尾巴 还发出那种吐口水的声音 这只长得壮一点 双胞胎里面 这一只长得比较壮 脸都看起来比较大 喝不到 她有点发小脾气 在那里 大妹 大妹着急了 听到她叫 然后着急了 确认一下宝宝的安全 希望他们健康长大 期待这两只小羊已经期待了好久了 大妹之前生了两次都没活下来 这次终于成功了 而且是不需要人关照的情况下 就平平安安的把小羊给生出来了 真的是可喜可贺呀 大妹吃完 她也躺下去了 就守着这只睡觉的小羊 那只小羊刚刚没喝到奶奶 有点发脾气 不肯躺下来 还站在那里呢 哎呀 视频看完了 点个赞吧